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仅仅是藐视权贵吗 还是李白当时那个忧郁 郁闷之心 像孩子一样得不到自己喜欢的 而故意捣乱来掩饰心里的失落呢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 李白的此段就是终将伴随着历史的长河 而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贵妃醉酒》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相约在百花亭迎酒赏月 结果呢 唐明皇失约 杨贵妃啊 久等不来 结果得知啊 唐明皇已经宠信其他的妃子了 于是啊 无限的哀怨从心底油然升起 于是啊 他自己喝起了十亿之酒 直到月上中天 醉泰十足才一步三摇的回宫 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